各位朋友大家好 生活中较为常用的四种绳结的做法和大家分享 第一种 外科手术环节 它是一个半永久绳结 平常如果你的拖着绳需要固定锚点时 不想解开 想以后就重复利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打这个绳结 两个绳子重合之后 顺时针成圆 然后这个绳头就围绕这个圆 这样顺时针的缠绕几周 外科手术就是用的这个绳结 缠绕完之后 拽出绳耳收紧 稍稍整形 我们看效果 此绳结 受力之后 越受力越紧 所以说它是一个半永久结 如果说我就想打这个结 以后始终用这个结之后 拖车掉屋也好 不再解开了 那么我建议你使用这个绳结 非常非常牢靠 第二种绳结 双八字锁紧结 将绳子折叠回来 逆时针成圆 然后从底端过来 绳耳穿过上方 然后收紧即可 它在受力时 这个结点是超级牢靠的 大家看一下 一个双八字形会牢牢抱紧 同样它也是一个半永久成结 因为它在受力之后不易解开 但是受力的同时会非常牢靠 双成人结 适合在车辆强显应急时 做一个半永久脱车扣 绳子从合之后顺时针成圆 绳头从底端窜过 拉伸之后 绕主绳一周 过来 将这两个绳耳窜过 绕过的一个绳耳 然后我们收紧 整下形 将绕过的一个绳耳向下拉动 向上提拎的两个绳耳 双绳耳受力 大家来看一下这效果 非常适做一个拖车结 对吧 也可以用它来多人拽物 可以分开 也可以放在一起 非常实用 第四种绳结 攻城蝴蝶结 绳子在使用的过程中 出现这个破骨断裂的现象 而你又不舍得切断 切断之后还不会对接 来用这个方式 围绕手掌也好 是筑体也好 缠绕三周 注意 右手从左绳底端 向下拉伸第一个绳耳 然后绕过所有绳子 从最右侧 窜过来 我们食指放在这个绳耳上 收紧 稍稍整形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绳筋 它在受力的情况下 越受力越紧 大家看一下效果 如果这里出现锻炼 或者是破骨石 你就完全可以打这个绳结 喜欢的老铁 双击收藏 这是小编 从这本书中 现学现卖的 喜欢绳结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主页店铺里就有 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配有文字 配有图片 手把手的教你学会各种绳结 如果你是一位神级爱好者 无论是想在平常生活中有所应用 还是想做自媒体 做短视频 和小编一样 那么请入手这本书 主页店铺有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